不知道在座里有没有人看那个三体啊 三体挺好玩的 值得看一看 是比较优秀的科幻作品 所以得世界上那个叫余果奖嘛 那个 刘志欣这个人呢 大刘这个人本质上有点悲观主义的 他认为这个宇宙啊 有无数的文明 而且文明之间的关系就是 黑暗森林法则 比你先进就大地 抢你的资源 没什么仁慈 没什么和平的 知道吧 所以三体人发现的地球 马上就准备把地球占领 对不对 把地球人类消灭啊 这个在三体人眼里 地球就是一群蚂蚁 就像我们人看待蚂蚁一样啊 但是是不是三体文明后来被摧毁了 被谁摧毁 是宇宙深处更先进的文明 对吧 那个摧毁的人叫鸽者 那个他的任务就是找外星文明摧毁他 那个然后他们发一个离子波 把三体星球里面的恒星给摧毁了 然后行星就烧掉了 后来又发现了我们地球 对不对 他摧毁用更高级的手段 发来发来一纸片 把整个太阳系 从三维变成了二维 太阳系变成一张画 跑都跑不了 以光速啊 扩展 那个 这就叫降维打击嘛 这个工业打农业就是降维打击 就是高端文明打地端文明 很残酷 这是宇宙法则 改变不了的 嗯 然后呢 近代史的本质啊 是工业取代 农业 是工业化 然后是谁进入工业文明 最早进入西方 怎么进入的工业革命 所以近代历史最伟大的事件 是三次工业革命 这是理解近代史的关键啊 那个 三次工业革命分别是蒸汽机 电气化和机船机 然后我请注意 这三次工业革命是不是 工业 三次工业革命 是不是全发生在英美 对不对 绝了啊 它发生在英美一个民族 叫央克鲁撒克逊民族 就讲英语的 具体讲是两家 英国和美国 这两家的关系是父子关系 英国是爹 美国是长子 他们家还有几个弟弟啊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这这么一个关系啊 父子俩 竟然垄断了人类的 三次工业革命 再具体讲 就是1760年代 英国人詹姆斯瓦特 造出了人类第一台蒸汽机 人类的工业革命就发生了 然后人类就进入到 工业文明时代 然后西方就真正的超越非西方 领先我们了 这么跟大家讲啊 其实我们宇宙啊 存在的法则是这样的 有能量才能有生命 否则就死过去了 包括星球 星球就是活着的星球 像我们太阳系的存在 就是靠太阳 它这个内在的那个核聚变嘛 是吧 发出能量啊 然后太阳系就存在 我们人就是一个小宇宙 我们通过供应能量 吃东西是吧 然后转化成 吃东西 然后身体转化成生物能 我们就活着 一旦这个饿死了 能量没了就死了 太阳系未来 一旦那个太阳材料用完了 它就死了 这个 这是个基本的逻辑啊 人到太阳系都是这样 社会也是这样 社会存在 它是靠那个能量的 然后呢 在蒸汽机以前 其实我们这个 处在农业文明时代 那个时候的能量靠什么呢 靠人力的 在农业文明时代啊 我们无论是生产 还是打仗 是靠人力的 加上一点 我们驯化了 牲畜的处理 牛啊 马啊 罗家鱼啊 以人力为主 加点处理 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energy 这个社会存在的能量 然后在那个 以人力为主的阶段 我们亚洲啊 其实是全方位碾压 欧洲的 比如经济 就生活 我们比欧洲富裕的 大家知道那个 马可波罗游记 对不对 马可波罗游记 其实告诉我们 很简单的事实啊 就是 在13世纪初 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是比意大利人好的 是吧 他在咱们中国 江南这一带 生活了很很久嘛 先在元大都 然后到杭州 然后到扬州 在在在在 江南这一带 生活很久 然后就回到他老家 叫热拉亚嘛 是的呢 是 而 这么一个情况 就整个中世纪啊 欧洲经济的重心 就在意大利 然后意大利里面呢 就在那几个商业城市里面 为什么 因为欧洲 当时啊 就欧洲呢 那个时候 没有发现美洲嘛 所以没有大西洋贸易 整个欧洲的贸易 是在环地中海 是吧 丝绸之路贸易 是占的比例很小的 主要是环地中海贸易 就欧洲的财富和亚洲 和非洲交换 就是在地中海 而环地中海贸易的贸易中心 在欧洲就是意大利 所以意大利是整个欧洲最富的 而意大利的富有其中呢 像热拉亚 米兰 佛罗伦萨 这些商业共和国 是吧 这是基本的事实 然后 马可波罗生活在热拉亚 按道理挺好吧 但是跟咱们扬州 杭州一比 差远了 是不是 这不是我说的 是人家那个欧洲人说的 这个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在十三世纪初的时候 我们生活水平比欧洲高 知道吧 还有一个证据呢 就是郑和下西洋 然后根据那个英国 就是根据李恶舍的说法 郑和下西洋这个船队 它的造船业水平 大比欧洲是高好几代的 对吧 那么欧洲后来脱颖而出 没什么诀窍 就是工业革命 就是蒸汽机 知道吧 因为什么呢 有了蒸汽机以后 西方人通过燃烧地下的 化石能源煤炭 他是不是获得了 源源不断的地上的蒸汽动力 这样他力气比你大了 人力大家一样 但是加了一个蒸汽动力 而蒸汽动力 它又不是像人 人力很难培养的 对吧 生个小宝宝就不容易 养大成人不容易 蒸汽动力 反正只要你舍力气 挖煤就行了 就很多 西方反超 主要就是靠蒸汽动力 有了蒸汽动力 力气大了 于是就有一个后果了 就是它就有大机器生产 蒸汽机发明不久 是不是英国就有个机器 出来了 叫蒸泥纺织机 蒸泥纺织机 就是现代纺织机的 最早的一批 那么一个纺机 里面有几百个杀定 一个女工可以 勘两到三台 也就是说一个女工 她的生产效率 是一千个杀定 她依据了什么 就大机器生产 知道吧 好 经济效率碾压力 然后军事效率碾压力 因为有了大机器生产 它就有了 尖船力爆机关枪 有了尖船力爆机关枪 到我们东方 到我们长毛大刀 那完全就不叫战争 那叫单方面屠杀 知道吧 就是我刚才讲的 降维打击啊 这个 这就是近代史的绝窍 西方的绝窍 是因为它有了蒸汽机 有了大机器生产 有了现代制造业 然后碾压费西方 第一次它就赢了 这个 这是1760年代 然后过了100年 1860年代 在美国出现了 电力的广泛使用 然后有了瑞兰机 另外呢 基础能源呢 除了煤炭 又加了一个叫石油 电器瑞兰机石油 就构成了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 技术基础 那第二次工业革命 把我们就甩得更开了 好 到了1946年 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 有了人类第一台 二进制计算机 人类进入到 计算机革命时代 西方又把这西方 就带到备远了 知道吧 这就是近代史的 最关键的 这个 这个三个事件 我的基本逻辑就是 近代史的本质 是工业化 是工业取代农业 对吧 是过程叫工业化 然后最伟大的事件 三次工业革命 反正就基本的 史实就是这样 就是工业革命 是人类生产力 进步的最伟大事件 其他应该讲 都没有这么重要 然后三次工业革命 是不是都西方垄断的 因此西方就是有优势 而且具体讲 我看来讲 是英美两家垄断的 历史老人是很公正的 你们家对历史贡献大 你们家就会得到回报的 知道吧 英美对人类近代贡献大 他就得到了回报 得到什么回报 首先 国际政治的组织权 就归他们家了 是不是 近代史 过去就工业革命 三百年 有两百年了 人类是不是生活在叫 日不落大不列颠帝国时代 然后接着的叫 美利坚帝国时代 对不对 他福祉俩 主导世界政治 三百年 另外呢 就是军事 这个三百年 是不是那个海权 都是他们家 英美 对不对 这个 大家都知道 现代世界啊 靠海洋联络啊 谁控制海权 谁控制世界 对不对 这三百年 海权都在他们家吧 对不对 这军事上啊 政治军事 然后经济 经济是不是那个 有三百年啊 都是金融 都在人家手上 有两百年 是不是叫 英镑霸权 是吧 然后一百年 是不是美元霸权 你们体会一下 是不是 政治 军事 经济 然后文化 也是这样 是不是价值观 过去三百年 都是英美自由主义 对不对 另外语言 现在国际交流语言 在考英语啊 对吧 然后一个国家上进 就得重视英语教学 咱们国家特别上进 所以特别重视英语嘛 就是高考就考英语嘛 对不对 OK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啊 人类近代史的本质 工业化 然后工业化进程当中 这个工业革命最重要 然后三次工业革命 被英美垄断 因此 英美就在世界上 有全方位优势